这个首尔出的这个车祸挺厉害的 一辆黑色的轿车 开车的人有70多岁了 逆行创到人性道上 9个人受重伤吧 可能是现场太惨烈 没有视频 就是有视频没有人传了 9人死亡 不是9人受伤 4人受伤 7月1日 韩国首尔市厅站附近的十字路口 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9人死亡 4人受伤 9点27分 一辆车冲上银行道 创击了正在等系号灯的 行人 9名遇难者中有6人在现场死了 另外3个人呢 在医院死了 还有4个人受伤 一个是重伤 3名是轻伤 3名是轻伤 哎呀你说 警方 警方现场就逮捕了司机 68岁 呃 警方正在调查是否设罪酒啊 毒架呀 毒品呢 疲劳 驾驶啊 等等 是不是有些智能车惹的祸呀 这是 前段时间那个台湾的林志玲那个演员 啊 他还是个赛车手呢 啊 然后呢 他就开着这个特斯拉好像就 啊 冲到了 啊 花台上 隔离带上 车上还有他孩子可能是 事后呢 也就不了了之 他也没提出了要赔偿啊 什么的 那莫名其妙 好像后来又买了一辆特斯拉 他又买了一辆 我觉得真的是也莫名其妙 这个人脑袋瓜子有点问题 啊 就假如是你驾驶出了问题 你也别再买了吧 是吧 你还是个赛车手 你怎么驾驶出问题呢 我看有一些个节目啊 那些个开这个智能车的人呢 就讲啊 这个车呀 啊 很多的播档啊 比如说你拨一下这里 就是由 啊 人工驾驶 改为自动驾驶 啊 拨一下 又由这个自动驾驶到人工 驾驶 他说他就有时候很恍惚 像我这样的就更不行了 是吧 我这样 每天起来要看锁门锁门 起来好多次 所以说我都不太介意这个 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人 开智能车 或者你智能车就完全去智能算了 不需要人 啊 这一会人一会车的这种 来回切换的这种 对于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人 或者反应不够敏捷的人 或者记忆力差的人 那真的可能是个灾难 这里面就说他的车失控了 人在一刹那有慌乱 是吧 这个从自动驾驶到人工驾驶 这个转换的时候 可能就混乱了 一混乱就出问题 这种转换的这种转换的